二尺盒包裝 上頭有好幾隻小雞正翅 還有兩隻小豬 畫風詭諧逗趣 但這葫蘆裡到底賣什麼 原來是傳統的元宵結合文創 插畫家用巧手包裝 裡頭還有監製元宵的 靈魂人物阿基斯 阿基斯他畢竟就是一個 很資深的師父 所以我們想要給他一點 年輕的形象 所以就讓他就是溜著滑板 然後拿著一個湯匙在擀雞 然後接到後面就是阿基斯 把雞乾乾乾乾 然後雞就飛到天上去了 無厘頭的劇情 讓人摸不著頭緒 忍不住發酵 然而可別小看他 經過包裝之後 三盒中的元宵禮盒 身價比一般湯圓售價 貴了四倍多 有人從包裝下手 有的業者則是在內線搞創意 從去年底 異軍突起的抹茶湯圓 又有新梗 新加入戰局的業者 將紅豆泥當成主角 結合台灣綠茶 希望能帶動一成業績 網路上還有創意吃法教學 將抹茶湯圓下鍋油炸 起鍋之後 把糖跟花生粉調和 將抹茶湯圓放上去滾幾下 就像是婚宴當中的花好月圓 吃起來外皮酥脆 內餡軟Q 元宵禮馬上就要到了 究竟是吃包裝還是吃創意 就看濤可愛哪一位 記者陳子芬 佳安宏 台報導 作詞 优优独播剧 所詞